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看到台版9月20号的更新内容 内容也是蛮多的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就是药水的第四周制作 923本周开放的周末制作是加七肩甲跟皮夹克 那我们台版依旧没有把它变成韩版那样子 变成加七肩甲选择箱 或者是加七皮夹克选择箱 韩版是已经把这个 三色的饰品整合在一个箱子 所以只要做一个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选项 然后本周开放之前的稀有特殊娃娃 通气泛酷截还有黑曼波兔的制作 然后比较特别是重生服这边开放了指挥官头盔科硬的制作 然后一般伺服器依旧可以做这个 紫卡 但这次有新增一个最高级就是紫粉 制作神秘变身卡传说 依据失败 好周末制作这次一样回到了之前的封印卷轴 还有祝福卷轴兑换龙钻的活动 只是这一次有加开这个守护石啊 兑换一个可以换200个 好其他都跟之前差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看下面一个活动是什么呢 好 每周礼包单周贩售商品更新 回到了另外一个圣水那周 好再看下一个 噩梦的梦夜军团 噩梦的梦夜军团这个活动就是开放一个礼拜 在活动地图内可以 刷到海量的金眼 打死之后会获得一个王者的袋子 王者的袋子有机会可以开到最高的红鬼娃娃一张 这活动基本上就是每天必打的啦 没什么太大的难度 下面一个礼包就是欧瑞的最高级卡箱 这个卡箱我有稍微帮忙看过一下 里面就基本的最高级卡包 选择箱两包 就是最高级变身娃娃各自选的 然后再来是硬币箱三箱 最后的欧瑞硬币在本周出现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如果还缺三色币的人 可以赶快冲一波 他的大兆 大兆是什么东西啊 大兆 他的重点大兆就是用八个硬币去 拼这个名誉币 变身币或者是娃娃币 基本保底就是30万 成功就是75万 大成功就是100万 回到最初的那个数量啊 那底下这个拼红卡箱 我觉得就看个人啊 因为你如果你只有在不缺 名誉币的情况下 才会想去拼红卡箱啊 一般的人在这一波龙斗跟王族 即将改版的前提之下 应该都会缺名誉币啊 大部分的人 所以我是建议这一包算是 可以让大家冲最后一波名誉币的机会 再往下看 艾奥丁的特别凭证制作 这个就是单纯的卖凭证制作啦 他500兆可以买一个 一次可以买八个 总共4000兆 里面可以去拼戒指 大成功给加6 成功给加5 失败给加4 然后数量是123 然后八个 也可以用八个凭证去拼耳环 大成功给加7 成功给加6 失败给加5 也是123 你也可以选择用两个去拼几率 但是两个的话 大那个数量就 那个强化值就会下降 两个的话就是加5加4加3 加6加5加4 类似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可以用四个凭证去拼 红色浮石变换石 失败给你加2成长 那这一箱你问我该不该 该不该拼呢 我这边的给你答案就是 我不建议去拼这一箱 完全不建议 因为现在有周末 那个 防爆视频 视频防爆卷轴的那个提升 那个是不会爆的 而且成功率还蛮高 你如果想要稳定的提升视频 可以考虑 等那个有防爆视频的礼包 再去买就好 用这个去拼等于是额外花的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加5或加6戒指 你要拼的 你要拼的应该是用防爆卷轴 那个周末 那一周的周末制作去拼到上一阶 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这个我比较不推荐 好再看下一个 双酷节活动 第一个酷节的追随者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 红色妖魔活动的转型 玩法一模一样 时间点是中午跟晚上各一场 中午是12点4分30秒 然后到12点9分30秒 总共5分钟 晚上是8点4分30秒到8点9分30秒 5分钟 会在亚丁大陆随机出现 这个酷节的追踪者 你只要击杀两个 就可以获得 这个每日副本的奖励 奖励里面的最大奖 是有机会可以开到通气犯酷节变身卡 然后正常就是 正常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几率获得 正常应该就只有一个粮食 好那这个活动 打完之后 9分之后30秒 接着打通气犯酷节 通气犯酷节就跟之前一样 会在亚丁大陆 随机一个区域插出旗子 说是随机 其实是固定的8个区域 随机轮一个区域插旗子 它是有8个固定的点 时间就是接着通气犯追踪者 12点10分到12点25分 晚上的8点10分到8点25分 就会出这个通气犯酷节 打完的话 他的核心核心斗星就是这个装备袋子 大家最希望就这个东西了 因为很多人都缺了点不满 然后另外这个变身卡就是机会商品 很随缘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活动是什么呢 哦本周开放了秩序练金 韩版两周前刚开了 现在轮到台版了 当初韩版开的时候杀的你死我活 头破血流 一对直播主几家欢乐几家愁罢 轮到台版了 这次一样 内容跟韩版一模一样 如果你们想要看 完整的几率还有其他说明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另外一支 关于秩序练金的影片 简单说 15%15% 55% 100% 10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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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以下全都是100% 那懂吗 只要是制作卡片的都是15% 金色戒指55% 其他全都100% OK 那这个炼金石的话 其实CP值最高的应该是红色的英雄炼金石 因为英雄炼金石兑换的东西就是100% 你可以换传说凭证 还有保证的红卡箱子 其中的亮点是可以换英雄圣物卡 必定出红 想要拼紫圣物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很多课长会必选的东西啊 炼出一堆红色炼金石就是做红色生物啊 好 再来往下看 以下这内容就是这一次秩序炼金会出的装备 里面记得一下 没有符石哦 里面是没有符石变换石的哦 他只有装备 那其中比较亮眼的地方是哪边呢 是红色英雄体里面有最稀有的 林德拜尔魔盔甲 还有巴拉卡斯魔盔甲 简称蜂龙甲跟火龙的啊 然后再往下看 蓝色也有蜂龙的领甲 还有火龙领甲 这是里面最亮眼的装备 基本上目前就是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东西 然后往上看 紫色就是加开了引斗啊 这些比较高阶的纸装 还有一阶植物 金色的 看看就好 卖迷茫啊好不好 卖迷茫啊 顶多炼金石给你啊 其他就是 看得到就好了 看一看 然后这次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有这个呢 炼金术师的成长药水 这个药水就会让你一小时时间内 经验值加成50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课长要从912集啊 靠这个药水应该是可以拉近很大一波的距离 好 下面一个活动内容就是亚丁的礼物箱 这个亚丁的礼物箱啊 我个人觉得CP值算蛮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1000赚 可以买6次 里面给你一个特殊评证 还有两张祝福富裕卷轴刻印的 我们重点在这个特殊评证 纳格巴斯礼拜堂还有西游记卡包 这两个内容原本都仅存于台币组合包 很多玩家是 不怎么喜欢刷台币包的 甚至有的玩家 五颗玩家 他只有卖东西纯蓝钻 所以他不会买任何台币包的东西 那这一次难得把台币组合包的东西 放在蓝钻包里面 而且价格没有到非常的夸张 如果你有缺这些卡池的话可以补看看 但是我先说 他是特殊卡包卡券 特殊卡券就是我们的粉卡 粉卡不是百分之百给你 他是一堆卡片在那边转 有机会可以给你 他是基率 保底蓝 基率红跟紫 那保底蓝里面也不一定 会必出纳格巴斯还有西游记系列 你可能看到红色妖魔 呃波洛斯妖魔 或是什么 古代巨人墓穴的那个蓝卡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拼人品的啦 好 这个给你们参考 下面一个 本周还有开放的系统优化 本周第一个就是 英海赛蚊养新增绝对属性两招 一招是恐惧抗性提升 一个是暴击 而属性伤害减免 两个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角色互动的UI新增开关按钮 第三个是重生服开放火影跟爱丽丝装备的制作 第四个是古代巨人墓穴的每日补充时间 变更为八小时 我记得现在原本好像是 四小时还是五小时吗 变成八小时 那来黑暗妖精的暗影冲刺技能 优化为只会移动至目标位置 第六个是重点 移民后优化 应该说 应该说优化移民后可以立即加入血盟 这两个字 其实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 以往啊 你退盟之后要等到 要等二四小时才可以入盟 包含移民也是 现在改为只要退盟后 你移民完就会直接刷新那个入盟的等待时间 但是你在原伺服器没有移民的人 一样要等一天 那你说这个为什么很棒呢 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常态移民的军啊 战盟跟反战这边两边在打的人 我们往后的调度就会更的 变得更灵活 就不会像现在一天前要退盟 可能大家都猜得到说 你可能会移民 或者只是假象不移民 那耳后就是全部都是十点之后 压表才退盟 那那时候可能就很难去预测你到底 要走还是不走 那前一秒就退盟 然后那个 比较难抓到人啊 而且也不会因为我们要移民 然后提前一天退盟 少了一天的写盟加成 跟圣洁记 还有写盟的buff之类的 所以这个第六点优化算是蛮不错的 好 以上就是台版的本周更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 掰不